我觉得篮球不是妨碍你们感情的关键 而且我认为即便将来你不是职业队员了 你有很广阔的空间 现在的青少年篮球赛和篮球培训是如火如荼 无论是私教还是他的那个训练营 空间是非常广阔的 根本不存在你担心的说 未来他在篮球方面如果不打职业比赛 他有没有收入能不能养家没问题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至少我听起来 没有任何问题的一个职业 而且是一个蒸蒸日上的很有前途的职业 另外就像男孩说的 我如果能把我的职业事业和我的爱好结合在一起 既能够实现我的梦想又能够养活家 这是一个多么幸福的事 我支持你的梦想 我就不要放弃 但是回到你们俩感情上 我是有一种感觉 我觉得你们俩都要想一想说话的艺术 比如说他跟你一回来说 你为什么不收拾家 明显看到你很失落 因为一场比赛他没有安抚你 一直在数落你 而你这个时候也没告诉他 哎呀亲爱的你别说了 我心里特难受 你不能安慰我两句吗 你直接说你滚 你给我滚 这种话是极度伤人的 哪怕是最轻的人 其实我们也要设立一个边界 同样女生 我觉得你在他家吃饭 爸爸妈妈给你夹菜 老人家就是这样 他会不断地用这种方式 可能你非常不喜欢的方式 来表达他的热情 你竟然说你们这是喂猪吗 你想一想 如果你的男朋友在你家里 他跟你的父母说同样的话 我相信你也会因为他这样的话流泪吧 所以不要光想着自己的委屈 我觉得这是两个人的问题 另外我觉得女生 如果你觉得她的工作 你也不满意 她的家庭你也不满意 在这段感情里 你先冷静一下 因为你要的 他真的给不了你 谢谢 好 谢谢周青老师 来 李总 女孩是不是觉得自己很委屈 对 你哪里有委屈啊 你的所有的委屈都杀出来 给别人受了 她说了你一句 你就让她写朋友圈十个 我错了 你迟到了半小时啊 别人不值得说你一句吗 说你三句也值了是不是 就算是周边有几个人听到了 那些人跟你们无关 而她身边的是几百个朋友 要看到她的屈辱 我看到你的控制 我就想到了有一幅画 女生洋洋得意地站在那边 男生跪在前面 还不行 女生就拿脚踩在男人头上说 给我唱征服 你一直在征服她 你征服她也就算了 到了妈妈那里 让你吃多了点 对吧 说你瘦了可能不一定好听了一点 你也说了 你也忍住多吃了 等到最后你吃不下的时候 说阿姨我真的吃不下了 我今天已经比原来多吃很多了 那我以后慢慢多吃一点好不好 不就过去了吗 怎么就养住了呢 所以你是在用你的情绪在去对抗 而你在用对抗 在去教训她的妈妈 不要塞我 也不要说我不好 这不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子 应该做的事情 我觉得她确实是有不应该 她说滚这句话绝对不对 但是值得你伸脸吗 那是一种控制 当然男孩你愿意被控制 你纵容被控制 这么下去 你也让她变得越来越张狂 我觉得不应该再纵容下去 而你自己要想一想 不管你是有意还是无意 我想你不能再这么做了 你会亵渎了这份爱情 你最后会伤害了这份真挚 行不行吧 谢谢丽总 来 曲总 男生你觉得女生 为什么要这么控制 我不知道 你真不知道吗 我真不知道 那你真是不爱她 你真的就不愿意花心思 去知道原因吗 我告诉你为什么 因为她极度的不安全 她为什么不希望你打篮球呢 她真正担心是 当你打篮球的时候 你周围拥累了很多的粉丝 为什么你们每一次吵架之后 你都要去跟拉拉队的 那些粉丝们去诉说 你真在轻吐心声吗 还是给别人机会呢 你的家人反对 你动摇了的 你们之间的问题太多了 你心里根本就没有她 你们之间还有 每个人都有的问题 就情绪不能掌控啊 会出现极端的事情 所以如果你们双方真的是 你对她不够爱 你对爱她又不够自信的话 何不分开 让自己的生命 都阳光起来的话 才可能有一个健康的感情 你如果不爱她 就离开她 好吗 就这样 好 谢谢曲先生老师 陆琦老师 我觉得年轻人谈恋爱其实没什么 但是用谈恋爱来掩饰自己的恶习 这就不是恋爱 这是放纵 我是觉得你们在这段关系里面 其实真的 尤其姑娘有很多 反正我听到的是你的事多一点 有挺多恶习的 你对人太不礼貌了 一个闪耳光的事 不能骄纵养成这种恶习 这是一个 第二个在人家父母面前的 你有想过你说那句话的后果吗 当时就是因为太气了 一气之下 你气什么 所以你的问题 其实不是对人家母亲出言不逊 这么一个问题 我说你的问题是情绪控制的问题 你完全没有情绪控制的能力 你已经习惯了一种 以止气死的一种生活 其实男生生活里问题肯定也很多 张嘴就让人滚 你们俩是一样的 其实你有没有发现 他和以前不一样 有没有感觉 他对于一个女朋友 或者对于未来妻子的需求 在发生变化 你的需求没有变化 你一直要一个听话的小弟弟 给你安全感 让你管控 这样你会觉得生活很稳定 他以前能够做到你的要求 但他现在他自己有新的需求 因为他看到了自己事业的方向 当他回头去想 我身边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人的时候 他发现不是你 可能是个贤惠的妻子 可能是一个善解仁义的女人 他什么时候发现不是你的 就在你胃疼 他要参加那场比赛那一天 就在他受伤的那个时刻 因为受伤那个时刻 是他人生的低谷 他比赛那天是他人生的节点 这两个时刻 你都掉链子了 他发现你不对 老师 我心里面有两个点 我可以问你一下吗 可以啊 你说 就是说我自己有毛病 但是我脾气暴躁 或者说没礼貌 我觉得后面 就算不会跟他在一起 或者说跟其他的对象在一起 这件事情我都能改掉 或者慢慢去磨合 所以你的问题是 其实我是一个好女孩 我想说的是 我也不喝酒 我也能照顾家 我也能赚钱 就是现在他们觉得 我不利于他们 就可以说放弃我 我想说两句 我觉得他特难过 我特别想跟你说一下 你也不要觉得自己 就完全什么都没有 我刚刚其实说了 我觉得你有一点没礼貌 你在很多情绪上 你没有控制好自己 在语言上 你其实把控也不好 但是我觉得这一切 不能否认你是一个好女孩 而且我不认为 你和她的感情不合适 将来你和别人的感情 就不合适 不是这样的 就是没有人 说白了 没有人否定你的这个原品 对 我们没有否认你 一个特别好的好人 可能有很多的臭毛 我觉得你不要否认自己 而且不要因为恋爱 没有完美的结局 你就觉得未来 你是不是 就没办法和别人相处了 别人也会认为你不好 没有这样的 等一下 我问你一句 你有给她的妈妈 写一封长的道歉信吗 写过 她写了吗 写了 她带了礼物去 就是赔礼道歉 这个特别好 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是 做过这样的事 我觉得对 她的眼泪是真诚的 其实在每一段感情 哪怕是伤害当中 如果我们得到教训 我们学到了很多经验 我觉得都是收获 好吗 不是 我们指出的是 她身上的一些 情绪的问题或怎么样 没有任何人 说她是一个患女孩 或怎么样 没有任何人 说你这个事情 我们说的任何一句话 都在说明 你身上的一个问题 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 我可能有点苛刻 我就告诉你一件事情 好人也是会伤人的 姑娘 我跟你说 你知道你问题在哪吗 就最后真的暴露出来了 就是怎么就受不了 一点委屈呢 这就是性格里面 最核心的东西 是的 你受不了一点委屈吗 嗯 凭什么呀 你不是世界的中心 这个所有现场的人 没有一个人说 你们两个孩子 人品有问题 只是说你们有一些 坏习惯和坏毛病 凭什么受不了啊 我受得了 我的意思 干你哭什么呀 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些事情 把脾气没里面 我都可以改 你改改呗 但是他妈的意思就是说 你就是人品不好 必须分手 不是 他妈可以有这个要求啊 那是他接不接受的问题啊 不是说你改了 他妈就必须接受你 世间就是这样的嘛 你想象的和结果一样 那叫童话 你想象的和结果不一样 那叫生活 所以不要那么脆弱 没别的了 爱就爱 不爱就分手 女生 没有任何一个人否定 你的人品 只是觉得 你在处理问题上面 有一些问题 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 注意交流方式 好吗 时间留给你们吧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五 我跟你在一起年多了 现在我处于一个事业上人期 我也很迷茫 如果再这样下期 我真的不知道我该怎么办 我觉得 管教你说你 表达方式这些不对 但是我的初衷 还是希望你好好的 有一个生活的习惯 毕竟那以后是咱俩的家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 表达方式没有对 考虑的东西也太多 就算你以后 换一个女朋友 不跟我在一起 那生活还是得生活 我就希望你 还是慢慢地去 懂去改 谢谢两位啊 请回吧 请关门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大家登陆优酷视频 并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我们来看看这对年轻的朋友 自己做何选择 请开门 小欢迎订阅 我来看看这对年轻的朋友 每周都花生 都花了 小楼 从小楼 两周 than 小楼 这么久 年轻的媒体 做一搅 阅 小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